人生如茶,茶如人生,欢迎来到万卷读书,和我们一起读书,一起品茶,看人间百态,尝世间百味。 接下来,和我们聆听下面的故事。 虽然呢,才刚开播没几天,但是看看这热搜的次数,你会发现,讨论度真是相当的高。 没错,说的呀,就是《你微笑时很美》这部剧,由程骁和徐凯主演。 初看女主啊,咱还以为她只是一个毫无攻击力的可爱小甜妹,但没想到在生活里,当遇到带着刻板印象的冒犯时,她就敢当面回怼。 而另一位呢,公开场合是恨不得把高冷磕在脸上,结果,私下偷听分手小情侣吵架,当事人在这边气得直跳脚,她却说自己是在磕糖。 呃,也没毛病,人家嘴里确实叼着个棒棒糖呢,又在家里养了宠物,还把他们当作亲人对待,并且起名方式也是别具一格。 所以,应该算是一个外冷内热的男神了。 开篇的人设就挺带感的,再来看看这颜值,也是让人忍不住高呼好配。 女主童谣有程骁饰演,男主陆思成有徐凯饰演,说实话,有这长相称着,不谈恋爱都算浪费了。 果然,剧组也没有辜负我这种科学家,才开始俩人就有那味儿了,还不认识呢,对面的嘲讽技能就已经满点。 被叫矮子的童谣,嘴炮输出也丝毫不弱,直接称呼对方是偷水贼。 还没见面就已经满满的火药味了,这要是见了面还不得打起来,但事实证明,是我想多了。 俩人还没开口呢,童谣这边就已经小鹿乱撞了。 陆思成虽然还是高冷表情,但是,就凭这能看到女主按不到电梯,就能直接出手帮忙的细心加热心。 倒是要看看,您这高冷还能坚持多久。 让人没想到的是,竟然从第一集就开始发糖,这搞半天又是一个让我们能磕糖磕到晕的小甜区了。 前期啊,两人是一对不折不扣的欢喜冤家。 女生是一个满腔热情的职场新人,企图用热情的问好来打破隔阂,结果呢,却被陆思成当成了外卖小妹。 陪伴他多年的宠物,在对方嘴里却成了毛茸茸的小畜生。 这是根本为拿对方当女孩看吧,要不这种直男之间互相较跌的乐趣,怎么可能连一个小姑娘都不放过呢? 男主的嘴毒技能真是拉满了,一口一个矮子。 别说童谣小姐姐了,作为观众,当下的拳头都要不自觉地硬了。 而童谣这边呢,也不是那种受了欺负就默默咽下的性格。 第一步,发微博曝光对方的恶行,还用队长身份施压,要求他删博,童谣直接给置顶了。 第二步,做个叛逆少女,一切就要跟你反着来。 要陆思成帮自己选拖鞋款式,然后毫不犹豫地排除,因为直男审美就是灾难。 但是童在一个屋檐下,转变也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。 当童谣被网爆被质疑的时候,虽然还是直男一贯生硬的安慰吧,但不得不说,直击要害,话操理不操。 真的是有打动女孩子的心。 当女生因为被造谣而生气时,对方选择用最直接的一个拉手来平息她的委屈。 更实际地在后面,陆思成闷声干大事,直接亲自出面,为对方上网发掘澄清。 最后还说,这种堵枪眼的事应该难认上,或许这就是传说中霸总爱人的方式。 而全城在一旁的童谣,虽然还没到心动的程度吧,但是一开始对于陆思成的敌意早就没有了。 这边才说完羡慕对方未来的另一半,下一秒就来了一个摸头沙。 嗨,要我说你也别猜了,这未来的陆夫人大概率就是你了吧。 再接下来,CP粉的春天可就来了。 童谣车车对方要奖励,于是就有了一朵幼儿园小朋友的专属小红花。 他自告奋勇地邀请客,结果低估了同事们的消费能力,借了一盘东国都要78块钱的店。 正陷入没钱,却提前夸下海口要买单的尴尬境地。 却没想到,男主早已经敏锐察觉,默默结完账了。 这种上一秒还在说别指望你男人去内,下一秒就上手捏耳垂的剧情,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吧,但效果却是百事百天。 拥有同样效果的,还有那种深夜摸头沙呀,真的是光看看就想要尖叫的程度了。 虽然目前更新的集数还不多,但是发的糖可不老少,还没完呢,陆思诚会在对方失忆的时候深夜担心他, 更只有在他面前有了妈妈一样的关怀,谁说直男不会关心人的,更多时候只是没有碰到那个想让自己关心的吧。 还有啊,女主只是微轩,也没到说走不了路的程度,这咋就直接背着人家回来了? 童谣这边也是,受惊吓之后会第一时间去找陆思诚,这回是没背了,直接改抱着进屋了。 这个发糖速度呀,真的是碍了碍了。 说到这部剧呢,人均高颜值,加上磕糖磕到宝,还不是他唯一的优点,虽然说他的确是最吸引我的地方, 但其实啊,这部剧节奏不拖沓也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点,都说如今国产剧的通病是墨迹, 明明20级能讲完的事儿非要拖到40级,听说有的平台连4倍速都出了, 可是看这一句呢,是一点都不必要担心,开篇就是女主欲前任,第三集就开始回忆杀, 从一起搞事业发展出了田,接下来就是热恋冷战分手,再到如今的重逢, 前男友旧情妇人开始求复合,而这一系列的操作通通一集就搞定了, 这速度感觉哥别的距离,能整出一整部作品都说不定了。 一路撒糖,剧情没废话是一方面,希望中的团队精神,队友的并肩作战也必不可少。 作为团队核心人物的简阳,在被前女友戳破旧情复燃的幻想之后, 她能够迅速恢复比赛状态,职业精神也是很高的。 而再来看陆思成跟童谣这一队,这种团队精神呢,也是体现在更有代入感的生活细节上。 还没入住就已经有队友提前给她布置好了房间, 嗯,虽然这个少女限定有点令人崩溃吧,但是这热心肠也是挺感人的。 一开始呢,是有队友反对她加入战队,可是没过几天,就已经在集体聚餐时主动带上她那一份了。 作为队长的陆思成,更多的则体现在对队员的保护上,遇到被挑衅,不是随大六的头脑一热随便应战, 而是从队员本身考虑,觉得更应该拒绝,而失意时不离不弃的团魂,童谣也拥有了。 有人为了照顾她的情绪,为她公开喊话,也有人为她往上冲浪和喷子对喷, 还能让我们一不小心get到女孩子之间的友情,不开心了,有闺蜜带着一醉方休。 喝醉了,那个始终守护在身边的还是闺蜜。 而落到角色上,最直观展现的就是年轻人不愿任命的叛逆。 这种叛逆,因为女主的年纪和才出社会的经历,也拥有了年轻人特有的人。 这种美好呢,也延伸到了上一代人身上,像我们跟父母之间, 最期待也最稀少的,不就是来自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吗? 如今虽然才播几天,已经开始上头了。 听说啊,接下来的剧情也是一路高燃高甜,反转不断, 磕糖狂魔自然不能放过了,早就已经调好追剧闹钟,坐等更新了。 万箭读书,名为读书,实则读人。 任何文字,不管是以铁与血,还是用爱与泪写旧的,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。 欢迎互动留言,诉说你的心事,我们在这里等你。 感谢您的聆听,欢迎点赞和转发。